天氣變冷了 很多喜歡去露營的民眾 開始要尋找保暖小物 其實業者就說最近燃眉燈 瓦斯燈很夯 包括百貨業者販賣的電子保暖小物 業界至少成長兩成 插上瓦斯罐打開暖爐 火光亮起周圍方圓一公尺暖液湧上 冬天腳步道冷氣團進逼 就怕戶外露營冷嗖嗖 民眾開始物色保暖小物 溫度下降蠻有感的 所以這禮拜銷量有暴增 就是成長至少二十趴 就每個人基本上一來都會帶 比如說電暖器 電熱毯沒有暖爐 室外用瓦斯燈燃煤燈 避免液氧化碳中毒 帳篷室內則挑選陶瓷燈碳素燈 外觀小巧相較於一般家用電暖爐 瓦數更低 控制在六百瓦內 不怕隱區跳電 天氣越來越冷 不少民眾都會選擇 像這樣子的暖手保 而現在暖手保又新增了 發熱的電片 讓你不只手暖暖的戴上去之後 肩頸也會發熱 氣溫降低 戶外露營冷嗖嗖 小巧的電子用品 業績也開始成長 打開暖腳電熱毯 上頭還有個小口袋 不怕找不到插座電源 塞進行動電源按下開關 雙腳取暖超級方便 多民眾都會來找戶外 或者是居家辦公 可以使用的保暖小物 那業績的話 我們都大概有成長了兩成以上 火鍋滾滾 暖呼呼熱氣 喝一口瞬間通體舒暢 天氣冷 遊客在南投鹿谷五星級飯店吃火鍋 還坐擁整片山色美景 直呼超級享受 這邊窗戶都很大 可以直接看到森林 然後所以就是 又可以吃到這個在地的食材 然後所以它就是視覺 嗅覺跟味覺的三種享受 雲海瀑布 籠罩整個大輪山 翻騰如白浪 美不生收 這裡是南投露骨的五秀農場 每年10到12月 最容易看見雲海翻騰 民眾在雲霧飄渺間 看山吃火鍋 冷氣團威力在強 有鍋有錦也不怕冷 記者高尾的張一智 魏少宇 台中南投總和報導 下集再見囉